哈啰 大家晚安 我是仲哥 欢迎收看今晚SOLO 筹码东向带你来发露 每个礼拜二 礼拜四的晚上10点 请大家一定要准时收看 看完影片做完功课 才能安心好睡觉 因为仲哥会带你抓筹码 追出明天的主流 那我们首先来看到上一集节目 我们跟大家聊到了 留一下元泰跟宏达店 这两个筹码是非常的漂亮 我们可以看到元泰是顺势网上做了一个大涨 那今天来看的话 筹码其实还是非常漂亮 外资跟投信还是呈现一个买操的动作 那接着我们看到宏达店 宏达店的展示更为飘悍了 这边是网上不断的去创一个新高 今天还收了一个涨停板的位置 但是同朋友今天来看的话 其实这个筹码已经没有那么漂亮 这代表什么含义呢 这代表说在网上请各位同朋友 不要再过度追加 这边你本来是要利用震荡的时候 轻轻做一个切入 接着我们看到 今天这个加拳指出一个技术形态 我们可以看到 目前是维持在一个区间形态 那其实宏达的标是没有改过的 仍然跟上礼拜是一样的 这边还有在长空间 但是请大家怎样保持着一个低买高卖的一个节奏 因为目前就是处于一个区间盘整 那什么样的区间呢 在上礼拜我们有跟大家知道 已经从10月5号的地点到10月8号的高点 转为一个月线到季线这边来回做一个震荡 那同时10月8号的高点 这边原本的反压区已经变为一个强而有力的支撑了 所以只要这个区间没有再次跌破的话 我们都可以这样偏多操作 但是来到季线这边请稍微停看听一下 因为这边季线会开始震荡 你可以看到今天很多涨度的个股尾盘是呈现一个跳水 最主要就是因为这大盘来到季线附近呢 然后会有人这样先选择获利驾车 那如果这边震荡的过程中 站回季线我们可以在适度的放大部位 但是在这之前我们要请大家保持着不过度追价 以鼓换鼓的节奏 因为季线这边震荡幅度会比较大 那如果有突然的回测的话 比如说回测10月8号的高点 那没有跌破 那是大家的一个好买点 所以目前大盘是处于一个区间形态 那我们从重买来看的话 其实也是处于一个区间震荡 我们可以看到外资人跟投信人 在现货方面都是呈现一个买超的 那这我还要提醒大家 要多去留意一下投信在买些什么 在卖些什么 因为从10月开始 投信几乎是天天都呈现买超 那这代表什么样的含义 代表说这内支是看好这第四季行情的 所以请大家多加留意 那在我们从这散户未平常的部位来看的话 其实散户部位还是呈现一个多单的 但是多单有呈现减少 那其实这蛮符合散户的关系 谈上来就先做个减码 那往下就是一路的摊平 那其实这边它保持的这样低水位 这种哥觉得挺好的 在我们看到期权中 外界之间的期货是呈现一个增加空单部位的 那至于说这期权部位是staycode stayput 比较处于什么 看待盘式呈现一个区间震荡 所以我们整体来看的话 其实期权的筹码是呈现一个中心的 那这也很符合目前盘式的一个震荡 所以这边你要去留下 如果说这边行情是往上做突破 那筹码也开始偏多化 那这边就很容易 有机会从一个板坛行情 转为一个回升行情 所以筹码真的太重要了 接着我们看到外资跟投信 今天在买卖些什么 那你可以看到外资是在买超金融内股 那买超金融内股 第一个有可能是为了护指数 这边拉金融把指数给撑住 那这边期货的这个部位 可以进行一个获利的动作 那另外的因素是什么 卡位这个升息题材 我们都知道费得要开始准备升息 那升息金融内股利差会扩大 其实对长期而言 对金融内股来讲是一个好事情 再来我们可以看到外资还有在买什么 买超这个汉磊 那其实汉磊我们也跟大家聊蛮久 另外又买什么 买这个9945的论态信 那他为什么买论态信 最重要是因为把这个大论巴 卖给全年 那这手上有一笔现金 那这边会有一个什么 高值率的一个题材 我们可以去做一个期待 那说到高值率题材 我们也可以留一下 外资近期在买的二字七色可乘 可乘手上也是大笔现金 又实施扩散股 那接下来会不会有一个高值率题材 这边是大家可以去多加留意的 那另外郁创 郁创这边外资也是呈现买超 今天掌听板的时候 钟哥又把郁创这边的一些获利 获利调解 那看到这样的筹码 钟哥明天会再找机会 把它给买回来 那看到卖超的部分 特别留意一下 外资在集中卖超这个MCU概念 比如说这盛群新唐 那为什么在卖呢 明明法术会昨天明明报得很好 最主要是MCU的报价 这边已经开始这样涨不动了 那MCU报价涨不动 反映到股价也是跟着涨不动 所以外资就选择这样 先把它做一个卖出调解动作 所以MCU类股 特别有 你手上如果还有的话 要稍微留意一下风险了 其实我们看到投信在买些什么呢 投信在买什么 ABF再买信心 那其实信心在过去的涨幅 是落后这个景硕跟南电的 所以这边会不会有个落后补偿行情 特别有你可以去留意一下 其实ABF载版我们在群组上面 也帮大家追踪非常久了 另外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投信在买什么 在买这个利基 那还要买什么 买这个元太跟金虹 金虹跟元太其实我们也追踪很久 那这种要听大家去留意的是 买利基 还有买这个字印 这边有可能是为什么 网通族群 其实盘装的时候 我们在群组也是有提醒大家 直接有跑到网通这块 那我们都知道5G最大的题材是什么 在刚开始的时候是搞基地 这个基地台建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联帽或是台光电 在那时候表现非常强势 但是5G基地台普及之后就要开始 网通这一块 网应用这一块 所以网通类股 怎么样 你可以多加留意 那我们可以看到 投信在卖什么 卖舒华类股 同时也是在卖MCU类股 所以MCU外资跟投信都在卖 这边要请投票多加小心 那我们就帮大家做一个总结 除了MCU之外 中文认为车用电子还是排名上最大的一个主流 所以整个第四季请投票 手中一定要有车用电子 那车用电子是一磅轮过一磅 因为它这边的领主件是非常多的 所以车用电子的下一站 这资金流向会流向哪边呢 或是网通族群 有哪些个股可以去做布局的 其实我们在Telegram群组 都有跟大家做分享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加入 这些即时买卖你的讯号 就请大家锁定TG群组 来去做一个掌握 以上 那我们下次见咯 谢谢 拜拜 晚安